接下来带您来了解运动伤害的防护 许多人因为工作或运动造成的伤害 会找国术馆来推拿 但若以正规的医疗来说 物理治疗是更能够针对患部来进行诊疗的方式 尤其像运动员的运动伤害或长期复健的患者 需要专业的物理治疗师来对症下药 而物理治疗也分别有四大专科带您来了解 那因为物理治疗在国内还没有被国人所清楚的了解以及认识 那所以往往有许多一般的民众身体的不适感 第一线往往就会跑先跑到所谓的国术馆去 那在物理治疗师的教育养成呢 他大致上透过四年的大学教育 然后以及再看看自己的能力去进修所谓的硕士以及博士 那当然在台湾的物理治疗呢 已经有博士级的物理治疗师 那物理治疗师呢 他当然能够去设计出个人的所谓的运动治疗的处方 以及借用运动治疗的处方去降低患者的不适感 但是在国术馆相较之下的两个治疗方法就会有很大领域的不同 那我相信各有各的专业 那因为在西方文化呢 物理治疗它其实是属于在于受伤后的一个所谓的复健的部分 最主要是能够帮助患者去提升他的一些动作表现啊 那或者是经由物理治疗师的一些训练 让一些中风患者 或者是一些头部外伤脊髓损伤的患者 能够有机会的能够再一次的站起来 那因为物理治疗呢 大致上它分成四大专科 所谓的四大专科意思说 它大致上分成所谓的骨科 然后以及神经 当然包含了心肺 以及包含了小儿物理治疗 这四大专科呢 是物理治疗师最常碰到的四大领域的患者 那如果以在台湾最大祖宗的患者 不外乎都来自于下背痛啊 或者是经领痠痛的患者 物理治疗方式 除了徒手治疗 也会透过仪器及辅助器材的使用 或运动治疗 而物理治疗不只是造成伤害之后的回复 对于自常功能性的活动 也能够提供正确作息姿势的建议 减少身体负担 物理治疗一词 渐渐在台湾崛起 以更专业的诊疗方式 和民间疗法有所区隔 法界新闻五庸区 高雄采访报道 城牧区的 jewelry 中筑 选择